新京爆讯,记者汤伯,12月8日晚,真乐,无界,第十二届音乐盛典咪咕会在上海开启。 当晚,周杰伦,五月天,张惠妹,蔡依林,莫文蔚,GEM邓子齐,薛之谦,蔡徐坤及9%,徐佳莹,原亚维登台表演,老将和新人轮番登场,现场反响热烈。 咪咕会现场,五月天影大合唱,邓子齐外公现身,五月天登台演出,片方公图,五月天演唱环节全场最然,快歌慢歌都引发了全场大合唱,各家粉丝首次出现无差别支持。 虽然主唱阿信以肉眼可变的幅度又胖了一些,但现场表演证明了自己作为华语乐坛最有商业价值乐队的实力,可见颜值并非当下流行音乐界的绝对标准。 而后,蔡徐坤的登台也引发了场上粉丝热烈响应。 咪咕会现场,五月天影大合唱,邓子齐外公现身。邓子齐登台演出,邓子齐在当晚所有女歌手中人气最高。 中国新说唱,冠军爱热作为表演嘉宾,与邓子齐合作了电影《太空旅客》的主题曲,光年之外,在原作基础上加入了大量说唱,邓子齐也有一小段solo,不是只负责hook。 令人意外的是,邓子齐的外公来到现场为他捧场。 演出前,邓子齐告诉观众,外公一直身体不好,今天来看演出之前,身体健康值达到最高。 五月天领最佳乐团三大奖阿信腰粉丝明年戏院加班。 咪姑会现场,五月天颖大合唱,邓子齐外公现身。 五月天又在颁奖典礼上获奖。 翻设自微博,阿信前几天过完43岁生日,收到粉丝满满祝福。 昨晚他和五月天团员一起出席颁奖典礼,获得年度最佳乐团,年度最佳华语号照丽乐团,五月天的歌曲。 后来的我们,也获得年度十大惊躯。 团长怪兽领奖时也谢谢大家二十几年来对五月天一路的支持。 咪姑会现场,五月天颖大合唱,邓子齐外公现身。 五月天和师弟妹们一起出席颁奖典礼,翻设自微博。 走星光大道时,五月天被问谁最怕冷,大家都说关佑,另外谈到人生无限公司巡演,阿信说,第十套的巡演要在台中画下句点,过去二年谢谢大家对五月天的照顾,收获很多。 虽然巡演即将结束,但阿信告诉粉丝,明年要继续加班,三迪电影邀大家继续摇滚,继续唱下去。 昨晚五月天的师弟妹包括肖炳智,佳佳,李建青都出席颁奖典礼,五月天则在典礼中献唱,派对动物,突然好想你,等歌曲,台下观众不断疯狂尖叫。 五月天,英语,Mayday,是台湾的乐团,由主唱阿信,团长继吉他手怪兽,被厮守马沙,吉他手石头和鼓手关佑共五人组成,除关佑外,其余四人皆毕业自台北市国力师大附中。 乐团前身为Soul Band乐团,于1997年3月29日改为宪明,其名称取自马沙在BBS的代号Mayday。 2018年,人生无限公司巡回。 2018年3月2、4日,人生无限公司欧洲巡回法国巴黎雅高酒店体育馆,英国伦敦O2体育馆。 2018年5月4、5、6、11、12、13日,一连六场人生无限公司无限放大百香港站。 5月天忍痛放弃宏馆党旗,首次在香港挑战户外演出,地点更是破天荒在迪士尼乐园幻想道路天场地开唱,成为首组在香港迪士尼开唱的乐团及艺人。 开唱6场15万人。 2018年5月19、20日,5月天带着人生无限公司前进摇滚圣殿东京日本舞蹈馆,更是首位三度登上日本舞蹈馆开唱的华人艺人。 2018年6月29日,受韩国net媒体邀请,将出席在7月5日于台北小巨蛋所举办的《M Countdown in Taipei》演唱会。 2018年7月15日,2018年国际组总世界杯决赛,FIFA官方开设的世界杯新浪微博账号宣布经微博网友投票后,将在比赛现场播放5月天的《倔强》。 2018年10月6日,5月天带着人生无限公司前进泰国开演唱会。 2018年9月8日,5月天跟泰国乐团拉霸乐团合作一首单区英文版本,Dancing Dancing Fit.Slot Machine。